哦 蓝绿白 好 三位候选人 要访美 互尬气势 那么赖清德的现任优势 哎 恐怕会变成一个阻碍哦 而侯友宜呢 好 他想要来争取 是不是比照朱利伦的模式 来进到华府呢 好 我们先来看到的是 副总统赖清德 即将要在八月中旬的时候 要出访南美洲 巴拉圭 并且会过境美国 那么呢 看到侯友宜哦 好 他即将呢 会在下周一 好 会在这个 在31号的时候 会来访问日本 到时候会拜会 国会的这个议员 还有台日交流协会 也会在9月的时候访美 至于柯文哲呢 他在4月份访美了之后 当时待了20天哦 以民众党主席的身份访美的 好 也在脸书上面呢 大秀他的成绩单 而他日前呢 也透露说 有考虑要二度访美 这样的一个事情 好 另外我们要来看到呢 其实副总统赖清德 目前呢 要到这个美国去 好 那么都要借着 出访友邦之便 才可以顺便来过境美国 那么一旦呢 邦交国所剩无几的状况之下 好 这个过境外交 恐怕就会断吹了 大家知道吗 现在我们的邦交国 只剩下13国 蔡政府任内就这个七年来 就断了九个国家 好 看到呢 赖清德即将要过境美国 那么传出六位的美国联邦众议员 有这个致函给美国的副总统贺锦丽 好 建议他呢 可以在赖清德停留的期间 亲自和赖清德来会晤 来展现说对台湾的一个支持 好 外交部的这个声明说 赖清德过境美国的行程 台美双方目前都还在协调安排当中 好 我们大家知道呢 赖清德最近呢 在修补他的外交学分 但是呢 他过去的一些谈论 好 让美国部分呢 开始有一些疑虑 他之前呢提出了 当台湾总统可以进入白宫的时候 好 我们已经达成要追求的政治目标 好 台湾总统走进白宫 政治目标是不是 好 就在意味着是务实台独呢 好 尽管感觉上啦 是他宣称说是菜归赖随 但是看得出来 蔡英文跟赖清德 对于两岸的论述跟路线 好 本质上面都是有差异的 而且呢 根据这个金融时报的报道 美方也要求说 蔡政府要来厘清 赖清德他讲的话 好 争议性的谈话要来厘清 所以呢 美国是否会一直秉持着依赖论 好 不妨来看一下 在赖清德在八月份过境美国的时候 美方的态度跟他们接待层级等等的相关指标 好 另外要看到的是呢 其实这个我们中间新闻做出了一个民调 好 最不希望看到谁当选2024的总统呢 那其实多数的人都认为是希望政党轮替的 好 我们看到网友的一些看法 好 大家说呢 因为有绿的执政蛮久了 可以换人做做看 而且很多人说现在对于绿色还蛮失望的 所以呢 没有希望2024可以让绿色继续执政下去 好 还是要政党轮替呀 看看谁可以做得好 那么也有人觉得赖清德就是台独的 所以呢 反正就是不喜欢他们 好 只要不要让绿色当选呢 到时候看是谁民调高就会投谁吗 好 大家知道呢 赖清德日前这个走入白宫的言论 当然引发很多的关注 那么金融时报也访问多位的美国智库官员 都表示说对于赖清德的不信任 时事评论员陈凤馨就说呢 美方甚至担心他会成为陈水扁第二 美国大选时考虑对中国的关系呢 也会对台湾的选举做出适当的压力 但是赖清德目前依旧无法掩盖 他是台独经孙 台独抑制 你看到美国的智库 比如金融时报那篇的新闻就很明显了啦 你们去Google一下金融时报 然后提到这个进入白宫 所以你就可以找到那一篇文章 它里面其实引用了不止一位美国智库的人 提到说美国政府白宫 国务院现在就是不信任赖清德 他们提到了各式各样的理由 而且里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就是担心他会成为陈水扁第二 所以他们心目中对于民进党 其实是有两个图像的 一个图像是他们觉得很听话的蔡英文 另外一个图像是 他们觉得很头痛的陈水扁 那赖清德究竟比较偏哪一边 他们到目前为止判断 他是偏陈水扁这一边的 台湾的选举结果 如果在中国议题发烧的时候 那么怎么样子拿台湾去对付中国大陆 这件事情就常常会成为美国选举当中 一个思考的重点 或是说当他要跟中国大陆维持良好关系的时候 怎么压抑台湾 也会成为他思考的一个重点 2020年对川普共和党来讲 扶植蔡英文很好用 所以2020年的选举当中 美国又开始扮演了很积极的角色 这一次我们必须要说 拜登也是为了他的竞选连任 他必须要采取非常积极的动作 而他的积极动作当中 他要做一个判断 谁不会带给他意外 不见得是好操控 我必须要讲 在三位候选人当中 我不认为拜登会认定 任何一个人好操控 但是他会认定 谁会带给他选举过程当中 最大的意外 那就是赖清德 蔡英文的国安团队 跟赖清德身边的人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他们很努力 他们不是不见得是出口转外销 他们真心真意 想要让美国人觉得他没有问题 可是每一次都弄巧成拙 因为他终究没有办法遮掩 赖清德实质本毒 台独的那样子的一个基本的面貌 新竹市的前市长林志坚 在2022年的时候 涉及了硕士论文的抄袭案 而林志坚那两度开记者会反指说 是他的论文资料 被教授陈明通拿去给调查官于正皇去抄 于正皇为此对林志坚提出了刑事告诉 其中有关违反著作权法的部分 经过法院的调解成立 好林志坚答应要捐公益30万元 来换取于正皇撤告 另外呢这个于正皇是另外地状 向台北地检署撤回了加重诽谤的告诉 而台北地检署今天处分是不起诉的 太阳心全校克肺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日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美负担 每日克肺益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